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497集 摩之念 这种阴沉啊,透出一股僧寒,透出一股魔性 信念的神通,我所施展的法术只具其表 没有了信念蕴含其内,无法发挥出真正的威力 王林喃喃自语,他看着自己的右手食指,漠然间指向天空 一指问天,天空之上,宫殿虚空之中的漩涡 在这一刻瞬间消散,整个天地好似被黑幕笼罩一般 更加昏暗,仿佛有无数游魂在其内呼啸一般 一指化魔,魔气纵横 王林体内的先例在这一瞬间他没有那种 但却无声无息下全部改变,成为了魔气 这种魔气与先例逆转之后,形成的魔气有着极大的区别 王林的头发此刻诡异地生长 转眼间便长疾双膝 他整个人不再温文而养,而是充满了暴虐之色 在其眉心之上一道六痕魔纹缓缓地浮现而出 其身体四周的魔气刹那间浓郁起来,疯狂地死散开 从三丈直接蔓延百丈,方圆百丈之内魔气滔天 这魔气浓郁到了一定程度,便化作了点点绿色的诱惑 成圆形扑洒在了地面上 身体内外被魔气全部占据 王林这一刻猛地抬头望天,口中传出一声长笑 这笑声中露出一股极为霸道的气息,露出一股疯狂的杀念 就在这时,其眉心之上隐藏在了六痕魔纹之下的半个杀戮符文 好似于此刻王林的心态融合一般,居然疯狂地生长起来 几乎瞬间便从半个,重新化作一个完整的生殖烙印 这烙印刚一完整了,便立刻蔓延,转眼间覆盖了王林全身 王林脚步一踏,气速不快,但却一步一步走向宫殿之上半空中的左翼妖将 呵呵,有趣,你是第一个,在我石崩泉意下,居然另有感悟之人 且让本将看看,你能否接下这第五崩 左翼妖将眼中精芒大亮,沉声道 第五崩,在妖将话音落下的瞬间,从虚无之中刹那来临 这第五崩啊,是四崩的十倍危能 当一出现,便立刻从四周方圆千丈内,传出阵阵好似天结一般的雷鸣 这雷鸣声势惊人,整个古妖城此刻全部可以听闻 王林神色阴沉,他此刻凭借画摩指一指画摩 在第五崩,从四面八方涌现而来的瞬间 他右手食指默然向前狠狠的一点 这一点之下,他全身摩气立刻呼啸而出 在其手指凝聚,默然间画作一道摩焰 画摩指真真正正的威力,第一次在王林手中展现开了 一指之下,指尖之上的摩焰顿时无限的扩大 在其身体四周形成一片摩焰的火海 王林双脚一踏,其整个人腾空而起 右手食指好似闪电一般直接呼啸而出 直奔魔将而去 第五崩几乎在刚一降临的瞬间呢 便被摩焰阻拦 在其僵持之中,王林一指冲出 但听一阵轰隆隆的巨响过后 他整个人完全冲出了五崩之外 刺客,他距离妖将只有十丈 紧接着六崩立刻出现 六崩的威力言辞已经无法形容 他出现后,立刻在王林与妖将之间的十丈空间 出现了大范围的坍塌 一道道裂缝毫无章法的横空划过 六崩之威漠然降临 王林神色依旧阴沉 眼中杀戮之色浓语 他并未收回食指 身子向前踏出一阵 六崩好似一道无情的光圈 从虚无之中凝化而出 向着王林收拢而来 这不怪,在碰到王林食指的瞬间 王林口中倾吐 化膜 一句化膜 其食指立刻散发浓郁的黑芒 这黑芒瞬间从其食指之上蔓延 转眼间便把他整个右臂 全部笼罩成了黑芒 这种蔓延一直在持续 几乎眨眼间便从右臂迅速蔓延全身 几乎在那无形的六崩光圈临身的一刻 王林整个身体成为了无尽的黑色 他整个人好似一个阴影一般 一步之下便穿透了六崩的光圈 在其穿透的瞬间 六崩自身崩溃 左翼妖将眼中精芒剧烈的闪烁 他大喝道 好个外来者 本将之前确实小看了你 我再次等你 还剩四崩 你十崩权益的信念便是必胜的把握 便是这千百年来 败于你此神通之下的所有人的信念所致 要破你的权益 单纯从修为上破除 我知神通无法做到 但破除你十崩权益的关键 却并非是修为 而是信念 我为破拟子役一指化魔 这等信念荣于化魔之内 却好似赋予了神通灵魂一般 此刻已经不是修为的对抗 而是信念之争 王林口中平淡地说道 他再次向前踏出一步 七崩来临 在这第七崩出现的瞬间 王林双目一闪大喝道 让道 二字出口 那将要幻化而出的七崩 却好似有形之物一般 立刻崩溃 王林双目露出坚毅之色 他眼中燃烧的是信念之火 他心中所秉持的 是一指化魔的神通灵魂 他口中虽说吐出两字 但这两个字那样 却是透出其庞大的不容置疑的信念 这信念不是杀戮 不是必胜 而是魔之念 魔之念乃是逆天 乃是行天下之大不为 夺惠命 坏道法 行自乐道 事故名为魔 左翼妖将面色忠于一变 他从看见王林的第一眼 便从未把此人放在心上 此人一举破开三崩 这才使得他对此人正眼看距 只不过四崩的失败却是没有出乎他的预料 在他看来 此人之路将就此止步 却不是他奉妖帝之命寻找之人 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四崩之后 眼前之人居然顿物 这种顿物立刻引起了他极大的注意 此人顿物一指化魔 尽管如此 他仍然只是注意 没有太过方在眼中 在他看来 这种顿物虽说难得 但最多也就是破到七崩将彻底止步 但此刻随着对方一语七崩 却是让他彻彻底底地为之动容 为之色变 他立刻明白 自己从开始便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那就是小看了此人 以他的身份 能让其动容之事数千年来从未有过 这尚是数千年来的第一次 王林虚空踏步而来 他一头长发飘在脑后 整个人好似魔神一般 冷漠中透出一股无情之色 七崩之后 他与左翼妖将的距离只有五丈 左翼妖将神情凝重 看向王林 此刻 八崩如同洪水怒涛一般 出于虚无 溶于天地 这第八崩 威力前所未有 从虚无之中化作有形之物 如同真的洪水一般直接席卷而来 王林全身磨气缭绕 他目光一声 面对着第八崩直接一步踏出 在其身子与第八崩的力量相接触的瞬间 王林身体上的磨焰顿时沸腾 化作一道直插云霄的磨气 纵横间好似天地之间尽是磨念 第八崩并未溃散 但第九崩却是无声无息间漠然出现 王林眉头为皱 他虽说磨化拥有了磨之念 可道心却始终坚定 不受磨化半点影响 可随着不断地加深入魔的信念 其道心难免会有所影响 对于入魔的弊端 王林极为了解 此刻八崩与九崩几乎同时来袭 王林内心衡量之下 立刻有个决断 他看了左翼妖将一眼 此刻他与对方的距离只有三丈 暗叹一声 王林不禁反退 其退势迅猛 如同闪电般迅速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时却是在了千丈之外 左翼妖将一针目光微闪 大笑道 哈哈哈哈 直进退 懂取舍 好 说着 他右手在身前一抓 但见虚空之中 轰隆隆之声 默然间回荡 石崩全意 立刻消散 天地之间 好似在这一刹那 恢复如常 你虽未破我尸崩 但以你之实力 同龄一职 却是做得 我左翼妖将云厉海 封你为古妖城同龄 掌一万妖兵 左翼妖将说着 右手虚空一抓 其手中啊 立刻多出一枚青铜色的令牌 一甩之下 直接飞向王林 王林神色如常 接住子令牌后啊 抱拳道 谢将军 你先在城内休息 七天后 自有人带你去所在兵营 丁丽海看了王林一眼 目中露出赞赏之色 他身子一动 整个人消失在了原地 应踪全消 目睹了这一切 妖西雪看到左翼妖将离开 正要说话 但王林却是看都不看他一眼 转身向远处走去 妖西雪秀眉一照 轻横一声 转身走开 王林步伐不快 他走向远处 随着脚步的踏出啊 他的磨念渐渐平复 此地本就是在古妖城的正中心 半个时辰后 展现在王林面前的 却是一处处极为热闹的街道 与楼阁 在一处客栈内 王林叹息坐在房间 静静的吐纳 他这一作用便是四天四夜 他的头发渐渐回缩 与之前再无差异 入魔之后 虽说使用神通之术 威力倍增 达到了一个极强的高度 但其副作用也同样危害极大 王林知道 不是魔道 如此一来 他入魔之后 体内充斥着磨念 这一切与他的道心不符 若是时间长了 一旦道心被磨念影响 那么王林知道自己将会彻底的成为魔修 甚至于因为道心的不符 心神也会被磨念影响 从此变成一个彻底的魔头 再无神智可言 除非他一心像魔 如司徒男一般 只有那样才可保持神智清醒 以王林的心智 他自然不会犯这个错误 之前入魔战斗之时 他内心始终在计算入魔的时间 如何在发挥出入魔威力的同时 还可以保持道心坚定 这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所以在八崩与九崩临身之际 他果断的选择了退避 不是不能打 而是在打下去道心会受影响 而且王林之所以选择入魔 信念领悟是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他想要获得外职 眼下他已经把实力展现而出 即便是没有度过第八崩 但他相信 左翼妖将 绝不会再只给自己一个长老内职 若这云厉海真的如此不开眼 王林内心已然决定 离开这古妖城 回到盲皇去发展势力 大不了若干年后 直接把这古妖城打下来就是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全幻 全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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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ops 一